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堂的齐年殿是清朝举行旗鼓典礼的场所 这里寄托着中国古人祈愿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今天是大年初一 这里也在举办旗鼓文化特色活动 市民可以用鼠 记 道 卖 书 五种粮食 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新春五谷福包 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威山也来到天坛 为大家写福送福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个北京城的一个人力历史上第一个双二指城 所以我们到这里为人民写福送福 把红红红红的心灵的气氛带动 营造给这样一个双凹之城 我们现在来到了园丘 这里是古代帝王祭天的场所 然后据说中间的这块天心石站在上面 说话的声音可以更洪亮 显得更浑厚 我们现在看到园丘附近有很多祈福的民众 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他们 新年任务就是希望家人都健康 然后还单身父母比较着急找对象的事 所以新年希望能领个对象回家 其实我还祈求世界和平了 我还祈求已经快速过去了 其实偷偷许了好几个 看来大家都对新的一年有很多期待 小新也注意到 为迎接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 冬奥吉祥物冰敦敦雪融融 出现在了天堂公园内 不少市民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冬奥会的期待和祝福 让我们一起为冬奥加油吧 祝福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